这个算不算大饼加一切的顶配版 这个是偏小的 是14块8一对 这个真是极致的性价比拉满 这个确实颜值是高 今天是来天津进货的一天 先来陪小冬买她吃的点心 然后她陪我去买我还吃的肉 这家店之前我们应该头两年来过 喜欢吃那个拿破仑 一进来就是看到各种各样各样的点心 你们还记得这个拿破仑吗 就是巨多层一口咬不下的那种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老式点心 我也意思意思带一块拿破仑回去吧 我主要还是去买肉 这个确实颜值是高 一层一层一层的 看到了核桃和巧克力 走吧跟我去买肉 我又来老地方了 郑德城小木 你们老问在哪 其实旁边就是这个中家市场 春联啊春花啊什么都开始卖了 所以我要给我妈跟我婆婆装两个礼盒走 然后我自己在那把午饭解决一下 看看 刚出锅了烧鸡和熏鸡 我喜欢的大鸡腿 这大鸡腿 还有这 酱牛腱子 都是这大块的牛腱子 都是这花腱子 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就直接让大哥给我切片了 然后我直接一卷大饼 热气腾腾的大饼 大哥已经帮我准备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肉啊 时间往里面这么一扑啊 哎呀 你看看那个热气腾腾的大饼 把这个牛肉这么一回温 这个算不算 大饼加一切的顶配版 感受一下啊 这牛腱子中间带筋 然后你吃起来一会儿 原肉带筋 我感觉味道很香 而且就不那么咸 我讲大饼 捐大饼捐烧饼都行 我捐大饼我觉得 好像比烧饼加还好吃 没有啊 大饼 大饼加的多 这个酱牛肉 它就是 这个酱牛肉 这个酱牛肉 过年过节家庭必备冷盘 今儿吃不了第二天加个烧饼 你还能当早点多放 它这个味道跟那个价格的 性价比确实是很高的 你们也知道我都来过多少次了 我对酱牛腱子的爱还是超过心急 金金 我连西方跟小香菜都帮我准备好了 真的是太贴心了 这不午饭就解决了吗 大鸡腿 就是这个是偏小的 是14块8一对 就是你一个我一个 这个真是极致的性价比辣满 酱稀 我哪能看到汁水 吃素会大力远过来 好 用一个 让肯定能反光的汁水 油炸水分果然能让人更快乐 你们要装礼盒的话 你就让它给你抽真空 然后给你放到那个包装盒里面 自己吃的话就不能打真空了 打真空能多割几天 这个鸡头本身也有点咸淡味在里面 然后不是特别咸 让它再蘸点自然辣椒 买个礼盒的工作 无饭都解决 好快乐 好嘞 谢谢 这一块儿完成个通哥卷大饼 这就是那个熏锅 然后把捞出来的鸡放在里头熏 然后就会有烟熏味 热乎乎出锅的鸡肝 有鸡肝可以这么嫩 很好喝 第一次看到那个熏制的过程 是那样的 然后你这么一吃 还真有那个熏味 好好喝 还有汁水 就是你们自己喜欢吃什么 你就装什么 给它装进和和里就行了 装好了 回北京了 一会儿去送货 给您的酱牛肉熏鸡烧鸡礼盒 来吧 享用吧 新鲜从天津提回来的 哎呀 大只的 熏鸡 酱牛腱子 买的时候刚出锅的鸡肝 热气腾腾的烧饼 下牛肉 这花腱子真漂亮 这个怎么样 你来 他家酱牛肉好吃 好吃 是吧 我的 这就是当早点当夜小时都是不赖的 牛腱了别直接就是那种普通的酱牛肉一样 口感也好 不管无敌 要不热一点 给它腾得有点回温 来拆个鸡 拆个鸡 给你拿个头 我家主打一个分工明确 吃了又有汁水 咸香 但是不厚 大街吃绑子也给我了 你刚好 你多好 快点吃酱牛肉